科学是怀疑主义而并非信仰 科学的本质在于怀疑而非信仰 这难道不是很荒漠的吗 科学家不必有决心 难道只有信仰真理 才能不动摇地进行研究 不过这是一回事 无论是在现代科学现实中 还是在科学赞生的年代里 所有的科学都是怀疑 除了怀疑之外 科学家不需要信念 至于世界上的一切可能 存在的一切是否合理 对于政治而言 这种怀疑态度应该是先经第一 在任何权力存在的地方 怀疑本身就意味着背叛权威 仅仅在理论的范畴内 权威理论被崇拜乃至信仰的状态 信仰的心灵就无法指出理论的缺陷或不足 甚至荒谬可笑 如果有人提出这种理论是否有任何问题 怀疑怀疑就开始了 近代中国人崇拜科学 许多人自称信仰科学 这门科学 其实是人类思索 被科学怀疑主义几里之后所剩下的东西 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 无论在多么有力量的怀疑之下 在任何诡秘的疑点之下 都仍能保持其存在 它们基本上被认为是符合世界的真相 然而 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来证明 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 要说构建某一学科 就道理来说 是不可能的事 没有人可以用正反别家的方法 来建立一门学科 这门学科只是严格限制了许多人类的想法 严厉的怀疑之后 还会剩下什么 需要两个因素 一个是有思想的 一个是怀疑 当今中国 思想活跃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多 但实际上 谁还没有胡思乱想 或者是奇思妙想 不过大多数想法都是潜意识 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的头脑 真正的科学学科建设过程 就是理论减少扯淡的过程 如同淘金一样 小波机里只剩下黄金 把一把杀堆起来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科学学科已经建立了 所以数学科和物理科 为什么不教学生 这个定理也许有问题 将来也许会被突发 取而代之 无论是练习还是课本 还是用严密的逻辑和严格的语法 来现半个还是证明那些定理无限正确 一门严谨的科学学科的行文方式 正是这些残骸 逃脱了科学质疑 西方科学起源于西方 质疑是一代一代的进行 质疑的同时 提出完善的方法 怀疑一种理论不正确 同时也必须提出 我的理由如何充分地证明 以便应对后来者的质疑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严密的逻辑和严格的语法 实际上是一种表象 就是皮毛和皮毛 剃掉的头发还是会长出来的 皮肤撕裂了还能愈合 只有怀疑的精神才是科学的证明 没有怀疑 科学也就不存在 一位中国的学者发现 西方理论家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批判 甚至批判了科学 特别是后现代 在中国 第一个反应就是 西方人有那么多毛病啊 另一种回应是 我们虽不怎么好 但也不比你们差 甚至有些方面比你们好 你们的西方文明遇到危机 还是要到东方文明去寻找解决办法 看一下中国学者的理论 与西方学者的理论对比是 就会发现 中国学者多半是在拉扯 而西方学者怕自己扯淡 这种怀疑论和唯恐怀疑的态度 深深扎根于西方 因此在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 西方科学能够不断进步 还是不断有新的理论涌现 并且这些理论都是上价怀疑前人理论的不俗之处 科学不被质疑 就会变得神秘 在中国社会的科学理论 已接近玄幻 他们中的许多 甚至是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语法 科学界缺乏皮毛 更不要论怀疑精神 科学的生命之所在 科学也不需要信仰 哪怕是信仰真理 真理只是一个名字 随时可用来为任何事物冠名 我想对真理最常见的科学看法是 这个东西也算真理 又有一个牛逼的回答 没错 老子就是真理 信仰科学正是对科学的最大背叛 科学界不需要信仰 也不需要任何科学信仰 来证明自己的信仰 对科学最好的态度是怀疑 至于任何事物 甚至是科学本身的根源 喜欢它的方法就是砍一尖刀 踩上一万只脚 最终 做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充 形成了科学的欧洲 政权不统一 和国家名利 思想不统一 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的各种教派 在不同的地区流行 有不同意见的人 受各种条件建制 无法用大刀砍杀对方 互相砍杀 科学诞生时就是这样 科学就是在彼此打倒思想 而尊重身体存在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 由科技所带来的对世界的影响来说 说它是神在地人间的显现 也许也不过分 神之名也许被称为怀疑 科学性也许也是一种圣贤的学说 这也不是圣贤 而是剩下的贤人 把那些看似无趣的怀疑争论 打到最后的人 说实话 最早的科学论辩 在之间的一些人看来 也许真的很无聊 只是闲人觉得好玩才参与的事 不过 结果还够严肃的 除了科学之外 怀疑还产生了全新的政治体系 打破了信仰 宗教 代仪 是玩火 因此 在中国 人们对科学的印象与此相反 科学精巧 甜蜜 追求真理 科学界很高 科学家很崇高 那不是一种信仰形象的塑造又是什么呢 人们把科学塑造成像宗教一样 绝对可靠 只有在信仰中绝对正确的存在 科学家的形象 就像仰望星空的大祭司 科技尽管来自于科学 但却有所不同 一切可应用于实现的科学理论 都可以进入技术 在中国 人们常常混淆科学技术 科技可能不涉及政治 只要求生产生活 不要怀疑任何事情 用科学质疑的方法逃出的黄金 科技不同于科学 就像用黄金逃金子的不是一类人 用黄金的是有钱人 逃黄金的是风瘫露宿的穷鬼 富人能用金子夹死人 穷人用淘金的钱多拿沙子 这种比较成了一个比喻 想一想 科技大学 写成淘金的有钱大学 多好玩 只数黄金 如荷花 实际上是在富人手中 技术 用于做什么 事实上 是由社会权威来决定的 这种讨论 又涉及社会权力的运行 冒险的主题 放弃许多人自以为信仰科学 事实上 他们信仰科技 但科学不能被当作信念 因为它只是怀疑 感谢观看